台灣傳媒郭思齊在5月31日開記招 揚言手握汪小菲分內出軌的證據 果然在當晚9時開直播爆料 還透露開直播前三小時 汪小菲的確有致電與她談判 最後郭思齊作出讓步 由之前說過 公開汪小菲五位分內出軌對象後減至三位 還為上中女性練步打上格仔 郭思齊在直播中 重磅公開三張汪小菲和三位女性的親密合照 這是個KTV 就搂親了起來 女孩子的手就在哪裡 就在汪小菲的下體 這段畫面大家可以很明顯看到 汪小菲是直接倒臥在沙巴下面 而且她就直接在這個女孩子上 我們很清楚的看到 汪小菲就直接把這個女孩子給搂抱住了 很多事情就點到為止了 我只是要告訴大家說 我確實手上有這樣的證據 確實有張英以外的女孩子 而且重點是 這些女孩子 都是在大S跟汪小菲 還沒有離婚的時候出現的 除此之外 郭思齊也大爆 當年黑人陳建舟 向汪小菲大打出手的內幕 說當時黑人不忍汪小菲 向小S和懷孕九個月的大S動操 王小菲進來對小S動手了 這一推 把小S推倒到地上 當時把小S推倒到地上 之後呢 大S要把我夫妹妹啦 就說 王小菲你不可以這樣子 你必須要跟我妹妹道歉 這個口氣就蠻像是大S 你必須要跟我妹妹道歉 王小菲只要刺頭一上來 他一手也把我們的大S 懷孕九個月的大S推倒到地上 黑人當時呢 見狀就直接衝出來 馬上給王小菲一記 翻翻在旁邊就大叫 他就只能大叫他在幹嘛 翻翻遇到事情就只能叫 他就只會叫 對於葛思齊的爆料 S媽向台媒回應 否認大S大吐時 曾被汪小菲推倒一時 還說自己不會被女兒吃虧 還說不想對爆料者的新聞一一回應 葛思齊這場直播 亦連燒大打 燒到她小S老公許亞軍身上 爆她亦曾經跟一群美女吃飯 事後許亞軍成形有這樣的飯局 但同場都是朋友 似是想澄清出軌的傳測 並網民讚她求生欲強 另外直播中亦提到多個人名 包括各司齊聲稱 跟拍過迪麗熱巴和陸瓢同友日本 同手握林俊傑適入非聞的證據 令林俊傑套訪一詞一度衝上熱手 事後迪麗熱巴和林俊傑都分別作出澄清 其中JJ發聲明表示 如果有人掌握林俊傑涉及違法犯罪的證據 敬請向有關部門檢舉 林俊傑務必積極配合調查 並呼籲網友停止造謠、傳謠等非法行為 事件發酵一晚 早上郭司齊在個人社交網站發文 澄清自己沒有說過迪麗熱巴和陸瓢同友日本 還指直播中提及JJ的事件 是上過社會版面的事 他只是重提過往報道 不好意思打擾對方 日後會更小心言行 抱歉為大家帶來困擾 郭司齊在直播中提過下星期會再開直播爆料 公開汪小菲和義盛更多相片和影片 相信到時又會掀起新一輪花生潮 不妙